另外 根据日本媒体12号的报道 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制裁为俄罗斯提供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物品的一些企业 其中包括了中国企业 报道表示 日本政府的可能制裁行动将锁定疑似提供这些援助物品的实体 包括中国企业 并禁止这些实体对日本出口 制裁准备工作已再进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稍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宣布制裁措施 而早前有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通过提供无人机等技术 在俄乌冲突当中为俄罗斯提供支持 中方多次重申 中俄之间正常经贸合作不受任何第三方破坏干扰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